Hello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我是鸽子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 小伙伴们今天呢我们又要继续守护地球 我们现在呢看到前方呀 这个家伙是谁 这个是谁呀 我怎么感觉他好像是一个奥特曼 但是这个作者画的好像不是特别的清晰 如果说你小伙伴你有知道他是谁的 可以在评论区中评论一下 对于这个大海报上的人物 他究竟是谁呢 这是一个谜啊 不过前方我击打的这个怪物 他是谁呢 我已经很熟悉了 他的名字叫做哥斯拉 这边的哥斯拉已经入侵过来了 不过我个人感觉靠我一人之力肯定守不住 我们就把怪兽引到这个门这一块 将他们集体消灭 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呀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 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 不小心被鸽子猜中了 那你就给鸽子点个关注哦 因为鸽子最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了 哇塞哇塞你们来 你们都集中在门口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 每一发子弹都能打中你们 绝对不会浪费任何一发子弹 像这个哥 这个家伙真的叫哥斯拉吗 怎么感觉他好像是缩小版的哥斯拉 我们出去看看他的真名啊 哇这个这个怪兽好大 我的天哪他吐的是激光吗 什么这个家伙居然不叫哥斯拉 他叫哥尔顿 这名字就有点意思了 赶紧跑啊 在外面的话我们扛不住 我们还是把他们引到这里打 在这个地方他们进不来啊 因为他们的体型太大了 他们只要挡住门的话 我这直接就可以把他们直接灭掉 居然也叫加美拉 他到底起了几个名字啊 好神奇啊 这个这个这个怪兽长得有点像 有点像火龙果 啊 我我怎么没子弹了 这是在干什么呀 我的天哪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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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有子弹肯定是不行的 既然索性没有子弹的话 我们就一起去这个前方看一下 这个海豹他上的这个人呢 到底是谁啊 我感觉特别像奥特曼 但是又感觉不像奥特曼 但是他这个中间的话 有这个红色的能量灯啊 所以说他肯定是奥特曼 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奥特曼 小伴如果你知道的话 记得评论一下哟 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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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